台中的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林先生 主持人 各位來賓大家好 你好 今天我們下期要來買總管 我有兩點意見 就是台中的合併 我的建議是說 跟立委和總統一起選 但是這個選舉是 按照總統的選舉來選 這樣也對我生錢 也符合到現場 就是三月二十一算就對了 是 第二是跟台北沒有相關的問題 我們這個柴油炸其實很壯 但是因為政府是因為 這個污染很高 所以把這個集結 集結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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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柴油車已經到 四季五季的反佈標準 所以我認為 應該這個基礎已經是不合理了 就是說這個 這個家庭館的基礎已經不合理了 理由已經不合理了 應該要匯合到 原則那個 相對性的家庭 在這裡 林先生 林先生 謝謝大家 林先生 你現在當好談 你拜託的你叫他一樣 對嗎 你怎麼錢拿一些來本 國務政員加薪 沒有要對什麼錢 是社會普世的家庭 總是不行 因為說 政府要錢 設一些這裡有的沒有的 把八成當中提款機 你提回來吃 這是非常不公平 現在一般的八成 聽我說是 大部分的生活不是很好 你 你 你 了解喔 林先生到這裡 台北的王小姐 王小姐你好 你好 王小姐 喂 王小姐在嗎 來 桃園的沈先生 沈先生你好 沈先生 喂 主持人 你好 我要講的 只是說 郝龍斌 他們 馬總統的團隊 都沒有好好的去監督 他們底下的 所有的市政府在做事情 郝龍斌所做的事情 就認到現在 從來沒有做對一件事情 都全部都是錯誤的政策 錯誤的決定 做錯了這麼多事情 花了一百多億 就半花火回收十億 沒有什麼經濟效益 這一次的這個 還拿預備金來做他的裝潢 都不知道說 我們最下層的人已經苦到說 日子真的一個月兩萬塊的收入 扣掉勞建保剩下兩萬塊 兩萬零幾百塊的收入 已經苦成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馬總統團隊 居然還在只會知道說 我自己要享受好的 沒有說 當初苦民所苦 發現東西欺騙 好像被騙的感覺 他只是享受自己 是 謝謝來 台北的蘇先生 蘇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我就 不做多禮貌上的陳述 好來 請說 我直接講 第一個 我覺得你們 真的是 在座各位嘉賓 你們還要多做功課 你們不曉得說 事務編列預算 你不執行 下個年度你把它撥回去 不好意思你再怎麼做 永遠拿不到這個錢嗎 然後呢 你們都不知道說 基層建設 公務員就是要怎麼抽嗎 所以說 這些民代 你們民進黨民代 也應該都很知道 那 這個檢討空間是不是很大 是不是 所以說 要請問各位就是說 你們都會這樣子講 可是你們有實際去瞭解到 基層跟政府一些 編預算的一個情況嗎 我相信 在座人應該都知道 謝謝 不是啦 當然 這個 市長官邸要裝潢 當然本來就該編預算 只是編預算 他可以提早編 他也可以編其他的這個 拿其他的錢來編預算 為什麼要用第二預備金呢 而且 編了預算裝潢以後 又沒有要住 那要等到下一任 下一任又三四年後 沒記了 接下來是台南的吳先生 對不起 高雄林小姐 妳好 妳好 大家好 妳好 我說的市連電 不知道是沒有帝 還是沒有帝 他不要看過 韓國有一台片 風地負責水獎 搞通信連 你會帶一個風修來 風修和我把水獎 在東北 那兩個跟水獎 有鑑前尾 他還想要打水獎台詞 還有一個 為什麼民進黨 要清楚 選舉選擇在禮拜四 把時間演到七點 讓他做工 大家都總有機會來打 忠義 對 剛才說 民進黨這次要贏立委的財產 一定要打財產來玩 不明責第一季就要過 一定要很堅定 用採用的信用度出來拚 我只能用白去形容 言而無信不知其可 以前我們的國文老師就是這樣 說一個人說話 如果沒收信用 他沒辦法做什麼事情 非常好 謝謝 台南的吳先生 吳先生你好 你好 吳先生你好 在座的民族前輩大家好 你好 國民黨的動作這麼大 頂蘇打菜 公務員加薪 病嫌 我可以預見 國民黨他們很緊張 立委會他會輸 中投大選也會輸 我也可以預見 蔡英文的時代來臨了 真的 謝謝 好 謝謝 吳先生來 台北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林先生 你好 各位來賓大家好 你好 因為花博資金快到了 然後還有很多票還沒有用完 因為前幾天我想了一個想法 就是說 各位將還沒有用完的那些票券 市府可以做一些電腦程式的修改 就是沿用到未來開放那些管 我們也可以延續去刷卡 然後可以免費 就是說 一張卡可以用一個管就可以了 這樣子我們大家也可以省錢 才不會說浪費我們市民老百姓 所辛苦賺來的錢 然後又用不到 因為現在花博的規劃 他的人數我們每次看到 進去都要排很長 很多人都是因為排不到票 然後每次看到花博都是很多人 很多人 所以根本沒有辦法在 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我們可以用到把所有的票券用完 所以我想說 可不可以藉由你們的力量 去建議市府有這樣子一個規劃 對 好 謝謝 好 來 台中的陳先生 陳先生你好 陳先生 你好 陳先生 你好 你好 我只想要做一個表示就是說 施明德他叫施明德 他不叫黨主席 黨主席是蔡英文 我怕說這樣醫療要投票的時候 大家會叫五次去 那當主席說什麼話 當主席是蔡英文 人家說我選他 這樣就很奇怪了 這是一種概念 我會對一對建議 好 謝謝 好 陳先生謝謝 來 中和曾先生 曾先生你好 曾先生 你好 曾先生 喂 黨新聞 大家好 你好 我是中和曾先生 是 我現在又發表 也是發表對施明德的看完 施明德以前是民主金部黨的黨主席 但是他自從替國民黨率領紅三金 來打擊陳水扁之後 他的信用已經破產 他價值已經破產了 所以像這種人 就如一句俗話所說 死豬不怕滾水燙 他現在看到這個蔡英文 是一個聲勢看長 所以他怕蔡英文來以後 就是來代表民進黨 來打垮馬英九 所以他現在就首先來替馬英九 又來打擊這個蔡英文 所以像這種人不值得討論 所以今天還好 今天我們大外星人只是討論 他一段時間就沒有討論 我是說不值得來討論這種人 謝謝 趁現在多講 等一下回來繼續討論 來先休息一進廣告